不是,怎么知道今天还有人没摸过大红,虽然我不能告诉你们大红的点位,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刷小红概率超高超高超高的地方,那就是阿米诺斯小镇左上角的三连房。 如果你在这就近复活,一定要过来看,这里经常刷香槟,暴率高的离谱,具体位置如图下,我最多一次机密场连出三瓶,普通场连出两瓶。 就近的四个复活点按这个路线走就行,不过很可惜,机密跑道跟普通场跑道我并不会全局周开路向,所以并没有给大家路上那两瓶三瓶连刷的地方,但是真的有这么回事。 所以某些游戏不要在公关老是黑三角洲行动暴率的好吧,你们那个游戏普通场跑五万都不错啦。 三角洲行动想用大红,你得搜的仔细,今天我甚至在普通场的桌子上摸了个总裁是。 三角洲行动这个游戏保险里只为刷藏领类道具,也就是说你想要其他任何大红都不行,这也是为什么保险里面刷子就是牛角的关系。 最后我也再吐槽一下,我现在越玩越感觉普通场的暴率反而高于机密场,凭啥机密场要扣我双倍钥匙? 大家钥匙还有什么高刷红概率点位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,注意是高刷吧,不是那种玄学刷。